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 2020年台湾机车总数已经超过1410万辆 密度高达亚洲第一 在路上满是轿车 公车 计程车的车阵中 机车具有高机动性与穿梭性 在上下课或通勤时快速便利 特别受到青少年喜爱 但也因为机车可以轻易穿梭 大大增加了擦撞的意外风险 近几年新闻中常见到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撞上超跑 被求偿上百万巨额赔偿金的情形 许多机车骑士的风险意识也逐渐被唤醒 根据国内法律的规定 2019年以前 一次搞定财损体伤理赔的超额责任险 只有汽车可以投保 不过在2019年以后 保险公司也开放让机车骑士可以投保 让这些原本经济能力就不太宽裕的机车骑士 也能享有同样的保障 究竟什么是超额责任险 对机车族来说 为什么需要为自己多预备一层保障呢 好 在我们的理赔条款里头呢 只要不涉及除外责任 或者是不保事项 例如无照驾驶 酒驾之外 我们不小心碰上了超跑 或者是豪华的进口车的时候 除了强制险跟第三人责任险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启动超额理赔的这个机制 在现今这个社会 大家的求偿意识都非常高涨 庞大的理赔金会让我们很头痛 甚至会请假荡产 为了避免这种财务损失 机车族的朋友们一定要善用这个保险 第三人责任险跟超额责任险 这样就能把我们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以确保您今年累积的财富 不至于因为一次的风险而全速归零 多一份保障 多一份安心 以上新闻由正深电台记者李月华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